在农村,当村干部的工资并不高,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争着抢着当呢?背后都出于什么目的呢? 大家好,我是大美,在农村什么人是最重要的?当然就是这个村的村干部。 我们都知道村干部属于村官,但他的工资并不是那么高,有些地方的村官还不如外出务工赚钱多,可为什么又有很多人抢着来干呢? 无非是以下这几个原因,第一,待遇好,权力大,我们都知道村干部的工资是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的,工资标准相比之前有着大幅度的提高,一些条件好的乡镇还会组织村干部外出旅游,而现在的村干部根本不需要像以前一样挨家挨户的讨要税收,经常吃力不讨好,得罪同乡人,这样一来不仅不用得罪人,工作量也减少了。 所以现在村干部他主要的工作是帮村民办事,比如农村医保,粮重补贴等等。 这些有利村民的事情,村民的配合度自然就会非常的高,工作就更容易开展,福利又好,工作又容易,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抢着去当村干部。 第二,有面子,有地位。在农村能成为村干部,感觉非常有面子,有地位。 大部分情况下,村干部会受到村民尊敬,见面打招呼,笑脸相迎,所以村干部在农村还是有一定地位的,毕竟作为村里的带头人,有面子,自豪,谁不愿意当呢? 第三,村干部能留在家里,照顾家庭。虽然说在外打工的农民挣的钱比村干部多,但是他们为了挣钱养家,却要远走他乡。 相反的,如果选择在农村种粮食,虽然能挣钱,但和村干部的工资相比,那可差远了。 种粮食靠天吃饭,天气好,庄稼收成就好,天气差,庄稼收成就差。 有些农民辛辛苦苦,忙碌一年,到头来所挣的钱,还没有村干部几个月的工资高,所以村干部他的职位成了村里的乡伯伯。 不仅如此,在农村当村干部,一方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,另一方面还可以自己创业,何乐而不为呢? 归根结底,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,只要是当上了村干部的人,能一心一意切实为老百姓着想,踏踏实实地建设新农村,就是好的村干部,也一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戴。 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无道理?